就在黄太极突然包围北京,袁崇焕率领部队在北京城下冒着严寒与八七金浴血奋战保卫北京城的时候,崇祯皇帝却突然召见袁崇焕,出人意料地在紫禁城将袁崇焕摆捕入。 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崇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在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袁崇年,为您揭秘,冥王清新六十年之袁崇焕落狱。 上一集说到,黄太极率领八七大军到达北京城下以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仅待九千骑兵从辽东火速增援的原宠湾冒着当时的严寒天气,在北京城外与八七军浴血奋战。 而就在这样千军一发的危机时刻,崇祯皇帝却突然要在紫禁城召见袁崇焕。 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崇祯竟然下令逮捕袁崇焕。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包括袁崇焕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无所是错。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竟然会让崇祯在这样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做出如此的危险举动。 深陷狱中的袁崇焕命运又会怎样?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重年,将为我们一一揭开袁崇焕离极落狱的谜团,并真实在现明王清兴六十年制袁崇焕落狱。 现在讲解一个问题,反间读记,可以说,黄太极和袁崇焕有不共戴天之仇。 宁远之战,黄太极父子打败了,宁锦之战,黄太极又打败了,广区门和左安门之战,黄太极再次实力。 黄太极怎么办?军事上打不过袁崇焕,就在政治上想发来除掉袁崇焕,于是他们就在设计一个计谋,就是反间计。 这个反间计就是仿照三国演义,讲干道书,引起对方矛盾的那个反间计。 这个反间计是在左安门之战以后,黄太极实施的。 就是在攻打北京的时候,黄太极到了南园,捉了几个明朝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 这是洋马的太监,抓了这些太监之后,就把他捐起来。 黄太极派他的副将,高红中,参将,报成仙,宁湾我,还有八个石,打海等等。 来监视捐禁,抓了这个太监。 在捐太监的旁边,有一个屋子,中间一个墙很薄。 他们就实行这个反间计,就是报成仙和宁湾我,就在这儿,隔壁就是抓了明朝太监。 两个人大声地说话,但是呢,他说,咱们小声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密。 我跟你说,千万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也不能让别人听到。 实际上呢,在大声说,是让隔壁的那两个太监听。 说什么呢?大意是说,说今天上,就是黄太极,在跟明朝军队,就是黄太极,同袁冲焕军队交锋的时候,黄太极和袁冲焕的人有接触。 意思呢,就是他们有秘约,袁冲焕的军队要引导黄太极军队进城,实行利应外合。 这件事情啊,天大的机密啊,千万千万你不能跟别人说呀,只有咱们俩说,也不能让任何人听到。 隔壁那两个太监呢,就假装睡着了,实际上呢,在侧耳详听。 他们听到之后呢,就暗暗地把这事情记到心里。 第二天,就是11月29日,他们就把这个太监就放了。 这两个太监就回到城里,到了紫禁城,见了崇真皇帝。 一五一十日把这事情跟崇真说了。 崇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既着急又愤怒。 于是就采取措施,要召见袁崇幻。 这里面我要补充一句,就是黄太极这个反间计,是有还是没有? 是书上故意编那么一段,还是真有其事?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这个计谋是有,根据是满文档案,清太宗实录,清世稿包成仙传,还有其他的材料都记载了这个事。 可以证明有这个事。 既然这个反间计在曾经的历史上确有其事,那么这个计谋究竟是谁设计的? 真的就是黄太极一手策划的? 还是在幕后另有什么神秘的人物的? 清世稿,包成仙传,还有清太宗实录,说这个计谋是上寿秘计,上就是黄太极,就黄太极寿的秘计,言外之意是黄太极的计谋。 但是,后来有建造的材料,就是康熙朝有一个大学士,叫李渭,他在范文成死了之后,给范文成写了个穆志明。 这个穆志明里头提到一件事情,说这个计谋是范文成尽献给黄太极的,那就是这个计谋是范文成说的。 这个穆志明怎么记载这个事情呢? 他说,后勤进兵打北京的时候,范文成尽密谋纵反监,六个字。 这是范文成向黄太极尽密谋纵反监,就是这个范监记,是范文成向黄太极进先的。 利用明朝的太监和冲真的疑惑在心里,把他放了之后,到了自金城,向冲真皇帝密报。 冲真皇帝得了这个消息,12月初一日,就是冲真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12月初一日,冲真皇帝下令,在平台召见袁重焕。 重真已经下定了逮捕袁重焕的决心,但是,此时在北京城外作战的袁重焕,仍旧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在明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如果发生什么变故,那么北京城可就难保了。 心思缜密的冲真,究竟会用什么理由来逮捕袁重焕呢? 当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二,平台入狱。 冲真皇帝招袁重焕到平台,得有个理由啊,理由三个字,一军响。 袁重焕这时候最缺的就是军响。 他十一月二十日到了北京广区门外,到十二月初一日,中间大约十天的时间,军屋粮食,马屋草料,露宿旷野,熟久寒天。 所以袁重焕一听说,冲真皇帝要在平台召见他,义军响,意思就要发军响给他。 当然很高兴了,他就要去。 他手下人就说,此事恐有变,就说恐怕有麻烦,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去还是不去。 袁重焕当机立断,去。 冲真皇帝在紫金城平台召见袁重焕,被召见的有袁重焕,祖大寿,满贵,还有其他的官员。 袁重焕急急忙忙到了紫金城平台,这个时候,冲真皇帝在平台坐着,一脸阴沉,非常严肃。 没等袁重焕说话,冲真皇帝也没有义军响,就对袁重焕说,你的罪状严重。 现在,就把袁重焕抓起来,袁重焕还没有反过味儿了,怎么回事,也没有来得及回答。 这样,袁重焕就被剥掉官府,就被逮捕了。 这个时候,不容分辨,就把袁重焕逮捕之后,下了禁一位大狱。 刚才说到,袁重焕突然被逮捕入狱。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袁重焕的部将和跟随他出生如此多年的士兵们将会怎样? 北京成败的局势将因此出现什么样的巨变? 这个时候,袁重焕最得意的将领祖大寿在场。 祖大寿毫无思想准备,看到这种情况,挥身颤抖。 也没有说话。 平台召见时间很短,就散了。 祖大寿就回到兵业。 向三军宣读御旨,宣读袁重焕被捕的御旨。 全军什么态度呢? 全军将士放声打哭。 就是他们没有想到千里入园到北京,秦王保卫崇祯皇帝,打了两个胜仗。 广区门的胜仗,左安门的胜仗,自己的最高统帅,不但没有受到奖赏,还被打入监狱。 这个时候,祖大寿的军队在广区门外,还受到承上明朝军队的用石头来打,甚至用箭来射,死伤了一些官兵。 祖大寿军队当然要巡逻,有业力巡逻,明朝要把祖大寿的巡逻的官兵抓住之后,说你们是奸细,杀了。 城上一片蛤蟆,说你们勾引着来,你们引敌入城,对他们进行污蔑。 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考虑怎么办? 还有,就是冲真皇帝任命满贵来统帅守卫北京的部队。 满贵跟祖大寿过去曾经有过矛盾。 满贵的军队曾经在京郊地区抢掠,有他没饭吃,抢掠以后他说,他说我们是援军,我们抢的。 所以京师好多老百姓啊,明明是满贵军队抢老百姓的粮食吃的,由于他们这么散布流言,都以为是援冲万军队抢老百姓吃的。 祖大寿想啊,我在这种情况下,受满贵来指挥,我这个仗怎么打呀? 祖大寿碰到重重困难,祖大寿说我们的官兵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死了的官兵没有棺材掩埋。 受伤的官兵得不到治疗,还在露宿溜着鲜血。 我们一些士兵被守称的明朝军队无缘无故地给杀害了,怎么办? 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就带着袁川桓的余部向山海关进发,准备到关外,还到他的宁园和晋州。 此时此刻,在烽火连天的北京城外,这样一支黯然离去的明朝部队,他们的内心是何等的悲凉,是何等的苦恨。 然而,黄太极的八旗军却丝毫没有放松攻打北京的部队。 袁崇焕手下,这支屡次战胜八旗军的主力军突然离开战场,北京城是不是真的就要陷落了呢? 朝廷的队很着急,说怎么办?说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再回来。 于是派人就到监狱找袁崇焕。 袁崇焕说,我原来是兵部尚书兼寄了毒师,我给祖大寿下命令,因为我是他的长官。 现在我是罪人了,我是犯人了,我不是兵部尚书了,也不是寄了毒师了,我没有权利给他下令,让他回来。 朝廷的官员就劝他,说过去你对他有恩,你们也有私交,你以江山社稷为重,你还是写信,请祖大寿回来。 袁崇焕还是不肯,后来又劝,袁崇焕考虑,还是要以国家江山社稷为重。 袁崇焕就写了一封亲笔信,让祖大寿回来,继续从皇太阶的军队对抗。 这封信呢,有马世龙,马世龙也是一个总兵,和祖大寿呢,之间有私交。 他带了少量人,就骑着马就往山海关。 快到山海关的时候,看到追上祖大寿军队了,要宣布。 袁崇焕的信,祖大寿跟他官兵说,说是假的,袁徒师现在已经在监狱了,不可能写这封信。 另外你们详我们,回去以后,要对我们进行处罚,甚至屠杀。 这时候的呀,祖大寿呢,已经很难控制军队,用他的这个官兵使劲,军情激愤。 日夜好哭,到了关外,到了欢西岭的地方,军队支柱了。 这个时候呢,就又劝祖大寿。 祖大寿八十岁的母亲在军里面。 跟祖大寿母亲也说,祖大寿是个孝子。 他母亲就说啊,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应该回去。 你不是要救援都市吗? 你回去打了圣仗,把后军军队打退了,立了功,就可以为都市赎罪,可以把都市救出来。 祖大寿一想,也有一定道理,满腌了不满和气愤,一离至情,就接受了袁冲焕这个信,看了,是袁冲焕的亲笔信。 祖大寿就决定,率了军队,由沙海官网回来,继续同黄太极的军队作战。 后来,黄太极的军队,占领了关外四城,就是永平、宗化、阮平、倩安。 孙成宗和祖大寿、马世龙等等,率了军队,收服了这四城。 后来又在关外来进行防守,继续守关宁军防线。 虽然这一次,祖大寿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奈,回到了保卫北京的战场。 但是袁冲焕的这一次突然落狱,究竟将会给这个已经在威王中的大明江山带来怎样的影响? 他的落狱,又会给明王清新的历史,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三,重大影响。 第一,妙设震惊,根本动摇。 大家知道,过去也讲过,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拉部的首领,也先率领军队攻打北京。 那一年是几四年,到重真二年,1629年,这一年也是几四年。 就是北京城啊,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遭到蒙古军队的攻打,到重真二年,1629年,几四年,又遭到后金军队的攻打。 前后啊,是三个家子,180年,也就是说啊,北京城的市民啊,180年没有经过战争了。 这一次,北京受到了黄太极军队的攻打,皇帝的祖庙,明朝的江山设计受到巨大震动。 明朝的国本受到了动摇,使得明朝的元气大伤,十四年以后,冲真死了,明朝就灭亡了。 所以影响重大。 第二,焉党余孽,掌控阁部。 元冲焉被抓了不是一个人啊,元冲焉是倾向于东林党的呀,借着这个机会,延党的余孽起了犯案。 逐渐逐渐掌控了内阁六部上书,整个明朝的政局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明朝的灭亡。 元冲焉被抓是一个标志啊,后来小人奸臣上台啊,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兴旺,用忠臣能臣,国家衰亡,用奸臣雍臣。 冲真皇帝这个时候,不能用忠臣能臣,而用奸臣雍臣,那说明冲真朝很快就要灭亡了。 第三,京师城防,守备虚险,看那北京城城墙高大,护城河很深,好像是防御坚固,一百八十年没打仗了,和平生活了。 守卫城的那些官兵啊,城墙的火器啊,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怎么用法不知道。 滚木雷石没有,怎么办? 进北京城门的人必须带一块石头,丢到城门那儿,不然不去进城。 把这些石头运到城上,来守卫北京,打退皇太极的军队。 这么一个城防,你北京城怎么保卫啊? 所以不久,李自成的军队打到北京,就把打开了,就把北京城打开了,明朝就灭亡了。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冲振皇帝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更好地加强北京城的防御。 第四,财富被掠,民生出贪。 后京军队到了北京的四郊啊,兵吃什么呢,马喂什么呢,就进行掳掠啊,甚至进行烧杀啊。 北京地区,京东地区,损失非常惨重,使得本来明朝严重的社会矛盾就更加激化,也就更加促使了明朝的衰落和灭亡。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原重患的被捕落鱼,产生了众多的连锁门,但是此时此刻,身居高位这么多年的原重患,在官场中一定有着许多的同僚和朋友。 在落难之时,他们会做什么呢? 原重患的命运是否会因此发生转机呢? 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原重患,原来是兵部尚书,兼寄疗都市,很多人看他,请他吃饭喝酒,他现在被贼下狱了。 那些坚定小人对原重患什么态度? 原重患失势,失利的时候,他们什么态度? 四个字,落井,下石。 举一个例子,温体人,温体人是浙江人,晋是出身,和毛龙是同乡。 原重患杀了毛龙,温体人很不高兴。 日夜找机会,要替他这个老乡毛龙报仇。 虫患之被逮捕下狱,是他秘密来仓客,他开了个头。 所以,后来原重患的下语,史书还记载,说,体人五书,请杀重患。 温体人是一次上书,要求杀原重患,第二次上书,要求杀原重患,第三次上书,要求杀原重患。 第四次还上书,要求杀原重患,五次上书,要求杀原重患。 那有人说了,你有根据吗,你这样说啊,我有根据。 有一本书,叫《欧批于话》,是温体人跟他弟弟写的家书,把这事情说了。 他没想到,这个家书后来传出来了。 天下人都知道,是小人,温体人,对原重患,落井杀石。 一二再,再二三,三二四,四二五,上书给崇祯皇帝,秘密的啊,秘密上书给崇祯皇帝,要杀原重患。 第一,五次上书,加以陷害。 第二,安排甲政,进行诬陷。 这问题人很坏啊。 他是制造了一个甲政啊,就有一个人呢,点那个火片,到那仓场,仓库啊,所以要烧着仓库。 当得抓住了,说原重患,让他点那火来烧仓库的。 原重患在广区蒙外,进不了城啊。 哪个战火峰啊,哪还顾上你这事情啊,纯属于无限。 第三,对申辩者,进行打击。 有很多人替袁中患申辩了,谁申辩就陷害他打击谁。 所以这个温体人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小人。 温体人是专会,俄于凤英,崇振华里,陷害中良。 这个人不断的钻营,有侍郎到了上书,入了内阁。 但是有一条,历史是公正的。 当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惩罚,最后还是把你盯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就在原重患昔日的同僚,或是沉默不语,避而远之,或是落井下石打击暴富时, 身处狱中的原重患,大概会对人情的冷暖感到无比的绝望。 那么堂堂大明朝廷上下,就真的没有一个敢于挺身而出的人, 来说几句公道话吗? 原重患的冤情如此之明显,就真的没法大白于天下吗? 在冲真朝这个黑暗时代,也还有正义人士。 他们在做什么? 在奔走明远。 我讲几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第一,钱家修为原重患明。 钱家修是明朝兵科给世中的一个言官。 就钱家修这个人很正直。 他认为原重患这个案子是冤案。 他亲自上了一个奏书,叫白冤书。 为原重患的冤王洗刷清白。 上了一个白冤书。 注意啊,这个时候朝廷大官呢,改一个原重患明不平的呀。 微乎其为啊,包括大学士孙称宗嘛。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一条材料,说孙称宗给原重患明远,请求皇帝不要杀。 原重患,又冲振皇帝在火头上啊。 你替原重患说话,说杀了你就杀了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钱家修,给原重患明远呢,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二故事,成本值为原重患而死。 这个成本值啊,是个不一,没有官职。 他对原重患不仅是明远,而且为他而死。 他说,他要同原都市共生死。 原都市冤屈被杀了,他也自杀,再九权,配原重患。 这个人呢,也写了,一个叫玄生记,一个叫锦生记,来讲这个事情。 这个人呢,就是原重患率军保卫北京的时候,他在军里面,不是军官。 原重患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英勇行为,他都亲眼见了。 他写的呀,为原重患明远的文字啊,可以说是生类师父。 他这么说,由一起自言约,就是他回忆起原重患自己说的话。 语,何人才,我是什么人呢? 十年一来,父母不得一位子,妻奴不得一位夫,手足不得一位兄弟,交友不得一位朋友。 到了辽东之后,一心为国,一心为民,父母妻子顾不上了,兄弟手足也顾不上了,亲戚朋友也顾不上了,完全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就铺在辽东的房线上。 底下。 成本之右说,天翻两直立,就是南直立和北直立,北直立现在河北一旦,南直立现在江苏一旦,天翻两直立,踏遍一十三省,当时是十三个省。 求其浑身感和,彻里承担如员工者,正空不可再得也。 此所已为员工,值得成本值与死也。 虽然死则死也,切有愿也,愿于弃世之后,复有一个成本值者,出而收与失。 希望我死了以后,再有一个成本值,来收我的事。 并,员工一谷,何而葬之。 把我,成本值的一谷,和原重患的一谷,何却来埋葬。 提起上月,上面啊,提成字。 一对痴心人,两条迫打汗。 就是成本值为了救原重患,他知道自己人为厌情,救不了。 如果朝廷一定要杀原重患,刽子手一定要杀原重患。 我就和原重患一块,同死,我来收原重患的诗。 我的诗,希望再有一个成本值,来收我的诗。 甚至还有一个人,叫王之碧,带领全家老少,四十多口人啊。 到紫禁城城外的望却,望着紫禁城啊,跪着,请求充真皇帝赦免原重患的罪,让他带着军队,冲框太极作战,保卫北京。 愿钱家四十多口男女老幼,到监狱里头,替了原重患,做监狱,把原重患赎出来。 表示了当时京师民众和原都师官兵的正义呼声和英雄行为,这是平民英雄。 可惜啊,他们人为言轻啊,没有重要官职啊,还是奸宁小人得势,对原重患落井下石成功。 渊重患,渊重患,遭到杀害。 燕党余孽,展师得势,推翻了东林内阁。 重新组建了燕党余孽,周燕如文体仁等位首的反东林内阁。 关键还是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 你是不相信忠臣 相信奸臣 不相信正义之事 相信奸命小人 后来崇祯皇帝他自己说啊 他上吊之前自己说呀 都是群臣我 还不自我批评 因为你 黑白不分 公罪道行 道过来 责任当然首先在你崇祯 所以崇祯眉山自义 完全是自会长城 咎由自取 一代名将袁崇患 先后取得了宁远大吉 宁锦大吉和保卫京师大吉 但可悲的是 他最后不是战死在沙场上 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从而成为千古奇缘 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使得崇祯皇帝一定要处死 并且使用了千刀望寡 这种最残酷的方式 这当中究竟有什么 显为人知的隐情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严重年 走进百家讲坛 为我们讲述 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袁崇患 冤死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